兄弟们 今天又来收黄鳝了 昨天冒着下雨 半路中间下个雨 然后一湿淋湿 这个藏 自然看着是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货怎么样 今天老战人也看一下我怎么搞的 不错 两条 三条 三条 这上面有点大 OK 第一个龙 就已经非常信心十足了 看一下 这个 这个没放好 这个没放好 轰的 下这么大吗 嗯 妈呀妈呀 有吗 有 有 有 哦 有 有个锤子 有这么大泥丘 有吗 完了 没有 什么 什么意思 空间五号 第一个就那么清洗 这次用的这个料好用的是压干 不可能是压干的问题吧 压根效果不好吗 第一个还是三条这里面 连手几个都空的 怎么搞 这个应该有 一条 哎呀搞得我一下没信心了 大哥们 一条 这个天气下了雨 完了 本来像这种鱼塘 不是不是别人敢抱护的吗 晚上没做梦 这个没做梦 这个有吗 一条 一条 成了条哥吗 哈哈 条 还是一条条的 下这么大雨 这个第一个汤 搞了五条还是几条 麻烦 然后上面这个还有一个汤 看看这个里面怎么样 不要 太让我失望了 终于抱了一根 吹大一块 有一个有 这个不错啊 真不动 这个四条 都是大货 我以为刚下去的时候不会下雨 我都没穿雨衣 穿雨衣 这个收了一半 还有一半在这边 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啊 信心满满 结果忘了过梦了 马上再去做一次 这边的哈 可以比较少 说实话那边都没收到 这边的信心 没啥信心呢 不管 那些收了就多了 完了 你看下面这个 上面是一条房子的 收了五个 看这个 这一点大哥来点惊喜 不出意外 就看这下面的哈 这个的水比较深 我觉得这里应该 看这里的 大哥 有个惊喜 大货 大货没有 小货有点高 一条泥青 一条扇 嘿 这个有 这个不错 啊 泥青盘扇 哇 这么大泥青 一条盘扇 泥青盘扇 好多 泥青 看泥青 长鞋 啥都看不到 收工 全部收完 收货 感觉不咋地 但是还是有一点货哈 下雨 回去看看 走 走 你在干嘛 螃蟹 你不怕咬你吗 怕这个 啥 不怕 事实证明 压干是没啥也很短 事实证明 我还要再去一次 不知道到底是压干的问题 还是这个 这个糖里面没有黄鳝 不过还好 可以有个两斤多 这些的话呢 就拿给老大人去吃 够不够 拿石头 挑石头还大的 传给你 来挑挑挑 要过老的 不吃啊 要过老的 敢吃到最下一个 就无意味 另外这个泥秋 这个泥秋好吃 这么大一条 最大的一条黄鳝就这么大 我觉得那里面 货还是有 不知道是哪个环境出了问题 本来下大雨的话呢 应该 收入还不错吧 应该 搞得今天 信心满满 然后 这什么来的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哈哈哈 就这样啊 兄弟们 拜拜